哈嘍大家好 我是止峰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集要介绍的是 日前在汉教师签下长达11年大合约 并且明年有机会来到台湾打经典战的游击手 Exander Bogas 你知道本集的主角 Bogas出生地是这几年冒出许多大联盟内野球员的 和属阿鲁巴岛国吗? 你知道当时甚至没有任何球团人追过 这个如今在大联盟绞出明星水准的游击手吗? 更甚至他当时还曾经因为罹患水痘 一度差点错过签约的机会呢?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看过先前我介绍的 意大利队经典赛名单预测 赶快点击右上角观看哦 正在观看的你 也要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不然会错过最新的球员故事和棒球资讯哦 Axander Bogas 1992年4月1号出生于荷兰王国阿鲁巴岛国 在2009年国际自由市场 和红外以41万美金完成签约 并且在2013年首次登上大联盟 在2007年的时候 红外找来了Mike Frode 担任加勒比海区的球坛 因为他得知荷兰王国有其中一个岛啊 叫库拉索岛 有一群看着Andrew Jones长大的小球员 于是他就决定说 从这里开始往外探索起周遭各个小岛 2008年底 Axander和他的双胞胎兄弟Jair 为了来年的国际自由市场资格 所以他们开始尽其所难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甚至隔年他们的妈妈 还为了他们从博奈格尔岛搬到了阿鲁巴群岛 就是为了试图增加他们的曝光度 那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6月 红外的球探Ford 来到了阿鲁巴群岛进行视讯 而Jail Bogaz被他给相中 随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聊天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得知了 Axander Bogaz 在这个小岛上最值得注意的球员 而且这句话同时还获得在场所有的人认同 但是那时候Axander Bogaz 因为罹患了水痘 所以他待在家里休息 没有办法参加视讯 而Ford也不确定说 我自己还会不会再回来一趟 所以纵使没有任何球团提过这一个小球员 他决定说我还是亲自打电话给Bogaz妈妈 然后经过漫长电话的说服之后 Axander Bogaz 终于获准出门参加视讯 随后Axander Bogaz 立刻让Ford眼睛为之一亮 在阿鲁巴岛那个充满砂石的球场地 这个身材瘦瘦 他却有着厚实肩膀的小子 一次又一次的徒手接起各种不规则的弹跳 随后更是用手中的球棒一次又一次 将小排球划过天际送往外野拳内打枪 这样的表现不只是惊艳了Ford 影片回传到时任红华副总裁的Cren Shimpley 手中的时候 他就要求说Ford你给我留在当地 等我亲自抵达现场 我要看看Axander Bogaz的视讯 几天之后Cren亲自和两兄弟完成了签约 Axander Bogaz以41万美元 而Jer则是18万美元 两个人完成签约之后一同前往波士顿 不同于Jer的棒球置入 Axander Bogaz在第一连的新人联盟 表现就非常的一鸣惊人 高达3×14的打击率和三发拳雷达 安打数、打点等等的数据 全部都是当时球队最优异的前五名 除此之外 2011年他更是代表荷兰出战世界杯 躲下冠军 2012年Axander Bogaz升上了2A 并且入选了未来之星明星赛 甚至更在百大新秀排康棒冲上了前20名 隔年开戏前他更是冲进前10名 并且他再次拼上荷兰的战袍参加经典赛 终于在2013年的球季 红娃在8月20号把他升上了大联盟 也成为了第5位阿鲁巴岛国登上大联盟的球员 他也在9月的时候面对红娃的世仇阳机 敲出生涯首发拳雷达 最后更随着球队进入世界大赛 并且夺下生涯首座的冠军 更是在世界大赛集出三雷安打 成为史上最年轻球员集出三雷安打的殊荣 2014年的球季 Axander Bogaz在这个球季也将背号改为2号 以此纪念他的偶像 扬机传奇球星 The Wreck Jeter 而这个球季 Axander Bogaz先是回到自己熟悉的游籍位置 即中又一度转论三雷手 而后才又回到游籍房区 也使得他这一年在攻守两吨的表现 其实都不太理想 仅仅只有2x40的打击率 和12发的全雷打 于是 2015年开始 Axander Bogaz调整了自己的击球策略 为了解决前一个球季 面对滑球打击率仅仅只有1x38的窘境 他开始降低自己的拉打强拉比率 并且尽可能的使用推打 来赶上内脚跟不到球的状况不佳问题 虽然此举换来的是长达能力消失 可是却让他的打击率 大幅提升到了3x20的打击率高水准 也首度躲下了银榜角 经历一个球季的调整状态之后 Axander Bogaz 他开始逐渐掌握到 怎么在长打和乔打上面达成平衡 也终于在2016年球季再次发挥出自己的长达实力 单季21红下 却仍然维持着2x94的打击率 也让他顺利惨联赢棒奖的殊荣 更在季中一度留下26场比赛有安全上蕾的记录 2017年球季Axander Bogaz 再次披上荷兰队国家热球1 出战经典赛 而该季 他却因为季中遭遇出身球导致手腕受伤 可是身心好强的他 很坚持要带上上阵 此举也让他的表现下滑了许多 单季仅仅只有2x73打击率和10%的全雷达 2018年后的Axander Bogaz 他持续稳定的发挥出自己contact 优异和power兼备的打击实力 加上不错的速度 也让他留下许多傲人的成绩 并且在2018年再次和红华队一起夺下四级大赛冠军 成为红华唯一一个同时参加2013和2018世界大赛的球员 2019年Axander Bogaz和红华以一直6年1.32亿美元的合约达成续约 并且该年打出生涯最优异的成绩 单季打击率3x09以外更是有了33轰的好成绩 除此之外同一年他还完成了生涯千安 第三座赢棒奖和MVP票选第五名的殊荣 顺带一提 单季30轰100分打点和45支厄雷安打 也让他成为继红华传奇球星David Ortiz之后的第一位球员 对死第三位达成这样成就的球员 另外他这一年还入选了MLB年度第一队的高苏龙 2020年后不管是输水球迹还是往后的每一年 Axander Bogaz依旧维持自己稳定的身手和表现 今年更甚至在手背上面有长足的成长 甚至入选了金手套成为卷选名单的其中一人 球迹结束之后Axander Bogaz也选择跳脱合约进入自由市场 最后也在日前和教室达成一只11年2.8亿美元的高额合约 也离开了这个待了13年的波士顿红华队 这一位在大联盟留下许多记录 更是生涯五度获得银棒奖 一度入选年度第一队的世界明星赛有几手 Bogi或许离开了熟悉的地方 但相信这位明年极有可能会来台湾再次参加今年赛的他 还会继续在教室写下属于他的历史、他的传奇记录 对于Axander Bogaz的故事 有没有哪些地方让你感到惊讶的呢? 或者是你有没有其他Axander Bogaz的故事想跟我分享呢? 如果有其他想听的球员故事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指锋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也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第一时间的最新资讯哦!